好,最后要提醒各位小朋友 我们在使用平衣缩放这一招的时候 它虽然很方便,你看哦 我们点一张,我们再复习一下 点一张,然后按下这颗按钮 然后呢,我们可以点随机 或者随便点任何一个 按下全部逃用 好,比如说我按随机 全部逃用 一下就跑完了 全部都做好了 你看底下全部都做好了 全部都做好了 可是啊,它没办法 比如说我只加这三张 没办法 那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照片 是不想要加这个效果的 那你事后再一个一个移除 那也不是也很麻烦吗 移除 那移除 其实也不会太麻烦了 你就点它,然后按重设 好,你看现在这下面 上面有一个图示哦 好,现在这里有一个图示 我按一下重设 之后这个图示就会消失 也就是说这个平移缩放效果就没有了 你看哦,我按了 没有了 那这个时候它就失去这个效果 可是如果你做了五六十张 然后前面其中有几张不要 然后慢慢 那不是很麻烦吗 所以我要请你特别记得 好,比如说 呃,我 我全部先移掉 好,都没有了哦 那我们先想好某一张图 比如说这些 这些是要的 按住头 按住shift再按尾 再讲一遍哦 这样就可以连续选取 那如果要跳着选的话 就按住 下面control就可以一个一个挑 我们先把要的挑好 然后放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 加入平移缩放 对,随机全部套用 那这时候就只有这几张有了 好 那你到时候 再去找那些没有的 诶,对了,要提醒大家 你有选的 上面会有一个勾 看到没 有一个勾 那这这边什么都没有 你看这边这张也什么都没有 对不对 就代表他没有被 还没有被用到 好,像这张也有勾 也有被用到 下面这几张都有勾勾 就代表都有用到 好,这样明白了吗 那等到你 你这下面都加好了 这张 比如说我要当头 我再放到头 好,另外一张 我这个张要放 你看 那这几张就会没有效果 好 通常这几个 比如说是你自己的照片啊 要当封面 要当头的 或者是 我们另外用绘图软体做的图片 要用说明用的 就不需要加效果 那这样的话才不会太浪费时间 其实也还好啦 再记得哦 如果不要 你就点照片 然后按什么 重摄 这样它就消失了 那 这样你记得了没 好 今天讲到这里 拜拜